如果我们在赌博这个行业中靠运气 你是无法生存的 短期之内你能赢到钱 但是长期之内 你运气得到的钱越多 最后你输得更差 因为在任何一个赚钱的项目 或者做事业也好 我们的钱来自于我们的认知 如果我们认知不足 你就是靠运气来再多的钱 最后都会被收割 在赌的这个行业中更是如此 好 今天我们直接进入这个第十八课 第十八课是借力投入 我们用赌场的钱去赢钱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赌场 都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输钱的时候 使劲加码 其实加码在上一堂课我们就讲过了 加码是不可以赢补偿的 因为 概率偏差 头一手和第二手 如果你用概率的方式去打 就是存概率的方式去打 他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可以让你连输十多手 如果你加码的话 你想一想 你如果用这个 咱们网上报的一些马丁来 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 一百二十八二百五十六 五百一十二一千零二十四 两千零四十八 也许你用两千零四十八去博 那一块钱都博不回来 这就是加码造成的一个最大的损失 所以很多人加码到最后 加的每次清贷回家 我们的这个赌场赌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改变一些方法 改变一些思路 最大的问题要改变 输的时候要减住 赢的时候要加住 我们叫借力投入 就是用赌场的钱去赢他的钱 就我赢了一手 我可以把那手加进去 再去打 这样的话 我下一注还相当于只投了一注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 在赢的时候不敢冲 输的时候敢冲 输的时候越冲越没有 因为赌场他设计的牌 他是会让你连输 而且最奇怪的时候就是 你最好的一口给你打掉以后 后面连输 让你连输四五口 这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而我们要长期打印度场 注码调配 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在打牌的时候啊 那个注码你分配 我们说如果你手上注码很少 那就有两种方式 如果是纯鱼了 少注码可以 少注码你打中了 那你就 你就赢到了 没中 那你输着了 只是鱼了 如果要成为一个职业玩家 那一定是啥 把赌场作为一种投资 大家都知道投资 做过股票的人知道 投资每天有一个 一天有一个十个涨停板 那开心得要命了 一个涨停板 就10%开心要命 但是大家在赌场 10% 赢了10% 都好像觉得不满足 所以就因为这种不满足啊 就造成后面巨大的损失 对谁都一样 这个赌的 它是公平的 你今天 你的不满足也许成功了 明天你的不满足 它一定会失败 昨天你赢到了再多的钱 可能由于明天一次 就给你输掉 要作为一个职业玩家 那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筹码 要运用好 就是你本身 总共 我们要拿多少钱的去赌 要做一个计划 比如说我拿10万 10万去赌 那我一次带多少去赌场 你不可能一次 你把10万带光 我们要分成几份 分成5份 或者分成10份 去赌场 然后呢去赌场把那10份再分成50份或者100份去打 如果我们计划 这一场我们已经5%或者10%赢到了 我们就停下来 然后如果超过的10部分怎么办 我们去冲 就是那时候就是靠运气了 运气好的时候 你把本金收下来 把赢的收下来 我们叫锁住 利润和锁住本金 这时候用多余的钱去打 打到了 你今天就赢到了 打不到 我们今天的任务 还是完成了 那注码管理呢 上头就是容易下注码管理不好就容易上头 注码管理不好就是比如说我一注打下去 没有 本来我的注码管理是按照这个一个注码我们是 就是我们投注我们比如说我们投注一次是百分之用百分之十就是 一万块钱 我们比如说一注打一千一千输了以后 那一上头我打两千两千输了以后直接打了五千 你想这一下你就把百分之七十打光了 后面怎么办 注码管理好就不容易上头 在赌场上头太容易了 因为人们的多巴胺 他们的多巴胺和不服气的多巴胺造成你上头 一旦上头输了以后 我们说莫非定律再起作用 那你就非常的麻烦了 那第四个就是重注和核 重注核和六点 这个高赔率的这个点 在赌场的应用好了就是我们输 输前的时候就装弦可能你连续输的时候这时候用高赔率的把它补偿回来但是这个高赔率呢一定要等到他比较密集比较多的时候他的这个 就是他我们预测的概率非常高的时候再去下一个重注 高赔率的重注也只是打装弦重注的十分之一 这样的话 他把你输的钱就可以打回来 为什么要在六点和这个六点或者有些地方有那个老虎的有地方有那个叫什么龙 和熊八 这个时候一定要让他多的准来下注 这个下注的比例呢它是很小的 就他不会影响你整体的一个 一个资本 但他的比例很小我们拿的概率很高 就好比六点 六点赔有赔有税 22 如果我们说你打100200输了1000块 那假如说你打6点打了100块 直接就引回来了 那你说的1000块你打合打150块钱也引回来了 有些人在打合的过程中舍不得下注 其实合呢 他多的时候 中一口 我会加注 有些会连中三四口 这时候你输的钱全部回来 那你加注的话实际上你这用赢的钱去再打 你赢一口 100打下去赢了 那你中的是800 800你再打200 再赢的话 你就打1600 就像那2400你只用了300 这就是 这个合的重筑 合的重筑 打合 和打6 你们不要平重 平重 会到最后把你磨死 啥叫磨死呢 你每次平重没有意义 你还不如不打 干脆就不打 要打他就是打重筑 赢就一下赢他几十倍 要么你就不要二十五二十五一至二十五 打十个二十五你赢了有啥意义 你十个二十五行的你还是批的 所以说打合合打这个六点 你按照他的比例比如说打合 我 设计打合的话比如说二十五一手 你打四手 以后 再看到合的位置的时候 你再打四手 但是第2四手你要加倍 加到 50 50不重 再看到有合的位置出现合多的时候 你就打 100 打四柱 这样你才会把前面的钱全部赢回来而且还要赢钱 如果你一直平重 那你打12手 你平重 你输多少 你就算你到底12手赢了 你还是输的 你还输40% 这就是打合 所以很多同学打合的时候说老师为什么你打合赢钱我们打合为什么不赢钱呢 你打合不赢钱就是让你停住了 你在好的时候没有敢下注你没有进行一个柱马调配 所以柱马调配非常的重要 那个 在这个 这堂课呢 等会练习的时候 你们要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 柱马的一个 一个搭配但是柱马这个搭配呢 跟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还跟这个 打牌的习惯和性格有关 就有些人不太适合就是 打那个 呃 叫什么 Double 这堂课呢 这堂课呢 我给大家讲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这个蓝法 蓝法呢 你们用笔记一下 我试试 你们有没有知道天下第一蓝的 喂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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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第一蓝 知道是吧 不知道 知道 我也不知道 等会我们讲一下天下第一蓝 还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非波拉蟹蓝的 兔子数列 黄金数列 知道 这两个蓝 在这个 在这个堵上面应用好了 也是非常好的 马丁蓝 是不好用的 马丁蓝我一般是采用负马丁蓝 我不会采用正马丁蓝 我是反马丁蓝 因为你用正马丁蓝的时候 都常在用反马丁蓝 大家都知道 马丁蓝一旦 一旦应用不好 你 输钱的概率很高 而且清代的概率 刚才讲那个天下第一蓝 很多人不知道啊 天下第一蓝呢是这样的 他的叙述是 三口平住 111 如果三口都输了 你们就打 进 后退两步 就像上进两层 就是333 打三 打三个 三个 如果输了 三口都输了就要打9个 这个是 天下第一的 如果三口中 赢了一口 你就向后 上 进一个台阶 就是111 你一输 两赢 你就不要晋级 一输两赢我是赢的 凡是赢的都不晋级 凡是输的都晋级 等会打的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 来来应用一下 今天先应用这个 天下第一蓝 他之所谓称为天下第一蓝呢 不知道谁取的这个名字 但是 应用起来还是比较好用 但是那个有一个 飞波拉切蓝呢 实际用的时候呢 是 在运气上升的时候 要加重 这个飞波拉切蓝是比较好 天下第一蓝属于负追蓝 飞波拉切蓝属于正负蓝啊 也可以用负追但是正负蓝效果比较好一点 那个 我呢这个昨天 看了一下有学员给我发过了一些 一些 一些赌场打的这个 但是我看了一下 这个牌 是非常好 等一下我有个事情处理一下 好 刚才耽误一下啊 有点小事 那个 刚才讲到哪里了 讲那个 天下第一蓝啊 天下第一蓝呢 不知道的同学 你们可以拿笔写下来11122333 一直华后写 三口 唯一列 三口唯一列 三个一三个二三个三的老师 王后写对三个一三个二三个三三三四三个五三个六一直往后写 打到三个九位置 啊 这个天下第一蓝是在这个 复追蓝中它是比较温顺的一个的 那个等一会我们练习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个天下第一蓝 你们看看打打顺不 看看情况天下第一蓝呢 他第一个他不用上头他就是固定的一种蓝 啊 那个等一会我看 今天谁来打 老师我可以打 你可以打是吧 哦翻墙了 试着先打了卡了再说 你 要练一练我因为啥因为我这 我这老是 应该不是延迟吗中国 现在 考一些要不先让 别的同学先打我先看一看 可以我刘超人在打 要不要打打试试吧 那个 我觉得谁让谁来打啊那个肖吉林在吗 喂 他去赌场了 啊 他今天没上课他跟我说他他去赢钱了 他现在得赢了8000了还打得呢 哎呀 肖吉林来就就那个地方来打 他有课 他今天课先不上了 他去赌场了 这一省来吧 这一省来吧 你为了来吧我们去好 你一步来我来 你来 我来 哎呀我最不会打的我都要冲上来呀 哎呀换个人吧 你你被打了两回了吗 打了两回 我已经五月份那个都要 从来没打过 要要要令了 从来没没没上战场 那别人一次没打过 其实他在打的时候你们用那个蓝法你们自己在下面也打 知道吧 你们不要去 你们拿个纸 打打自己打自己的 明白吧 你错在哪里 等一会 他打完以后你不要看他要打什么打什么你该打什么你第一反应打什么你就把它记下来 拿个纸大家都打 知道吧 老师你说那个蓝法怎么打一一二三三比方说打到三三 前面一二三三全输 全输三三你就可以往后加 三三就进两级 五从五开始 不是三三三赢一口也退回来 你 赢一口 全部打三口 打完三口之内打完这是天下敌人打法 但在打的中 在高位手应用手如果不好的情况下你可以把 打 就是打两口 联赢两口 就往前退 明白 输两口中输一口 两口中输一口 你原地台步 你在赢钱呀 明白 输两口就 剩进 对上下进一层 好可以看到吗 可以清楚的喊 好 刚才说谁来打来开始了啊 好 5列出来了 要不要打 1 2 3 4 打一个桩 这个新同学在最后跟你讲啊 通过四大铁律我们来判断这个牌它属于连牌 连牌我以连为主 那他跳了我们就要停止 打牌前出现几列以后再开始开始动手 他是连牌 如果今天这个牌它不连 那我们就要停下来 打中 打中 停一手 就两个 下来了 老师这里是不是就开始剑三打四了 这个剑三打四可以打因为闲是长的 还有一个 你看下路有最好的路没有 找到了看他符不符合上路和下路 你看小路单跳 这时候可以打一口 剑三打四因为闲有长的 还有是连牌 好打一个西装 老虎下山 打两个 天下第一了谁让你加码了 哦 刚刚说完 平住三口 明白吧 他赢了 只赢两口啊 好 在这个时候你要加码 点数不好 庄家部九点你再加码 要平住 三口平住不要加码 好的 打一个 打一个什么呀 你应该打闲吧 这个 打庄 嗯 知道了 这说的真对 这这一段打闲啊 打一个闲 他打庄也没错 打庄是他他认为可能会下来 这个也没错 因为刚才那一口 就是打他不好 刚才那个看到那个打他不好 他说打闲 嗯 你决定要用天下第一篮 那就一直用天下第一篮 明白吧 嗯 再打一个先 嗯 嗯 再打一个庄 现在要打两个了是吧 对 好 两个鞋 但是老师才输了两手 刚才输一手赢一手 先出两手 没有第三手 那个那个那个小陆罢了我看 你不是说平住打三手吗 对啊 他现在平住两 已经三手了呀 第一个三手 两银一负 第二个三手 两负一一震 那不要太升级了吗 是可以升级了 本来要升级了 但是这时候那个小陆罢了我我看一手 不是输了三手才升级吗 对啊 输两手 输两手 输两手才升级 输两手就升级 输两手就升级 哦 OK 你有输吗 对不对 嗯 现在 把打是打 打桩 打两个桩 打中 打中的话 打中的话看一手 两个跳多吗 看一手 有狼之女啊 有狼之女 嗯 嗯 这一手 这一手小陆罢了 这一手小陆罢了 跟长龙是 打鞋 打一个鞋 这五路都是鞋 你看到没有呀 现在驻马兵应该是两个吗 现在是两个对 五路都是鞋 那五路都鞋都不能打鞋了 五路都是鞋你们要必要啊 五路都是鞋这口能不能打鞋自己看一下 大爷也是鞋 大爷也是鞋 第一他五路都是鞋 五路容易归西 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这个鞋呢 在进路 是不是一个跳两个跳啊 对 你没看到 嗯 所以这个你可以等一下明白吧 一定要等 老师这样的牌经常会容易错 因为一个也是跳两个也是跳 看看前面又是连的 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会打打鞋 打鞋他经常会跳 对你说对了这个这个时候最终 这种牌啊不落 这是很危险的一口 老师还有这个 他跳了是不是这个巴 他也有关系 你看那个前面一个巴也是跳了鞋 老师这个小鹿 不是小鹿来你在拉 拉龙 你不是提醒我们吗 拉龙的要跟龙 但是五路 是不是五路 五路都是鞋 知道吧 你打 哦短路 对啊你打也可以 打你 打也可以吧 打吧 应该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我是不打你知道吧 如果打的话 是不是要打两手 要打两次 两个 打二 二赢了才退回一 是不是 连赢两手退回一 对 哦是这样 你看我如果在比赛这时候是不会打的 但是现在也不打 你这样几点了就不打了 赌场肯定不会打 不打不打不打 本身这时候我 你看到没有五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五路的时候如果五路他这个闲是 一直在这个旺的啪啪脸 他是个闲的 实际上 你们最主要看他总共闲 虽然他是长的 在近路看他是短的 他没有超过三颗 因为他前面虽然说是四颗 但是他中间有一个炭 炭 炭 多了炭就短路 夹心饼干你只能把它看两颗 知道吧 嗯 对他打弦行不行 老师刚刚那个弦如果二手弦算不算打七弦啊 那个没有嘎七啊 我记得你问了很多次啊 他把盒子把那个长的那个盒子 你需要磕一个 才叫嘎七 对啊 前面不是一个洞吗 最前面 最前面 你知道前面有没有吗 你能知道前面有没有吗 前面不算吗 前面刚开牌 刚排我讲过很多次 刚开牌这一节到底有没有咸我不知道 到底是一颗还是两颗在这个前面 就是他的 在这个庄的前面 到底有一颗弦还是两颗弦 你知道吗 还是两颗弦 如果他没有两颗他就要嘎七嘛 嗯 知道了 谢谢 好 这一手是暴露是不打的 如果打暴露是不打 但是不打 停一手 是一个跳两个跳啊 那现在是 嗯 嗯 不能按小路看 打一手 打一手 嗯 打几个 啊 要打两个了 真的 对 对 你注码 注码管理好 就没事 对吧 嗯 是不是把前面提回来了 嗯 那联姻两个就退回来 对吧 先退一口啊 好 出一个现在 对 联姻老师联姻两个退回来 联姻老师联姻两个退回来 联姻两手 对 嗯 老师是不是就等于 是不是就等于两口 两口 你中共打完三口吗 再打一口吗 三口 哦 现在打一个弦 隔七 隔七 黄露言 隔七 刚才那个 这是隔七 前面的同学明白啥叫隔七吗 前面隔了一个 看到没有 嗯 对 再打一个弦 这个打弦 这个打弦不好啊 现在连输两口了 是不是要打二 紧急打二 我看一下啊 刚才那个打弦 刚才那个打弦 有个错误在哪里啊 这个其实很明显的 弦直接断了 三颗了 他有可能偏向装 这个我原来讲过这个课 嗯 他有可能偏向装 你这个可以不打 或者你打就是跟装 明白吧 我们要观察 老师这一口很关键 都常经常跳到弦上 你可以等一口啊 现在目前这一口啊 对对目前这一口 下边这一口 小鹿是打打弦 现在这个牌 有三个A 老师说了A4多了 是打力装 对这手不好打 这手不好打 我听一手 这手不知道打什么 配耳 配耳容易跳 小鹿容易跳 然后呢这个牌啊 他属于短牌 明白吧 你不要去打他 刚才这个同学说的 看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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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是比如说是三个的时候如果前面是短牌的话就不要拉四个如果是前面有长牌对 可以拉 前面有长牌可以拉 这个意思吧 他两个多三个两个三个 对 对 就不要拉 如果这个突破了你可以拉一口 突破四个你可以拉一口 可以拉 拉到了你就你往下继续拉 下边这一口他弦有连 你赌场我们经常我经常练的经常被杀掉 三个容易一般容易跳 三个很容易跳 下一把这个弦还容易连 不讨厌 不要去考虑他 你们考虑多了就要出问题 你打法呢 你就按照一个 那个打法 这个叫一个跳是在跳两个跳是跳你就按照这个打法 昨天有发来发来发来一个图片说老师我输钱了 发来图片我一看 我说这个怎么能输钱了 一个跳是跳两个跳是跳你按照这个打怎么能输了 记住了 有的时候筑马不好运用老师有筑马有用不好 对啊 对啊 一说就慌了 就慌了 你还现在还有一口啊打一啊 他什么呀 打妆啊打两个 老师刚说了打一 不是说两口吗 还有一 一要打三口 不管是一要打三口 然后猜 然后猜 你 你这个是第一口吗 这是第二口吗 两口中了以后 这是前面一段的第三口吧 现在你还要打两口 明白吧 还要打两口啊 对啊 这个牌很难打 好 因为他的牌不好打 嗯 那打一个装 嗯 这手也是难的难打的不打这手 那小鹿的话是呢 什么小鹿是打打 剑红打篮 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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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手不好打 你前面也有连的也有跳的 不打这手 那这手还是打妆吧 肯定了 嗯 打中 你第三手 是不是赢了两手啊 对 三人两手在这个这一局我们是赢的 哦 那现在这一口是赢的 你继续打一啊 哦还是打一 那还是 打一个卡器打一个装 出态 怎么会出态呢 这里 我正常了 前面有六吗 太六不分家 前面有六 等等吧可能变路 那你这个前面的六看哪个六啊老师 这不是 看弦那个六啊不是吧应该 周爬平行 啊 哦哦哦 ok 这一手啊 这一手只能打打妆啊 小鹿也装 打妆打一个妆 哦 又一个态 哦 中型在打架现在 那是变路的时候啊那不管还是要打妆的还是打妆 你竹马英文好你不怕他 高齐闲不忘 是不是 很明显 说得好 你只要铸马不乱 你心不乱就不怕 铸马一乱心就乱 这个连赢了三手 那如果下一手就要打打二了是不是 还是打一啊你连赢的打击打怎么打二呢 哦哎呀现在才记住了 你如果只听的话记不住打了才知道 我说一说那种训练啊 嗯对 你看这一手 你现在是从这一口开始 这一局 你一局一局记 这一口是第一口 哪一手是第一口 我最后打的一手 最后一口是新的一局的第一口 哦好的好的 三个为一局啊 为一个阶段 我觉得你还拿尺记一下 你拿尺记 好的 你们下面同学也可以练 这个天下低利来他比较温顺 就是打起来心不容易烦你知道吧 好 大家去装 他会让你的心平静一点就是打了后 有些同学说老师我一加住就输 输了以后再加住更输 这就出现这个问题 你要这样打的话 这个现在大陆跟小陆 这个不打 不打 不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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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